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我 从你的眼神里我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什么 告诉我 你刚才说对了 欧拜大人的确是为了成全皇上 才只身入宫 束手就擒 自索尼死后 朝中猪派势力蠢蠢欲动 他们利用皇上 给予亲政之心搅起了道道波澜 你的叔叔木铃马更是做出了调兵入京的蠢事 这一切重要 都落在了欧拜大人头上 眼下唯一的出路是束缚做皇上主政 而皇上年少 尚无尺寸之功 我明白了 阿玛 阿玛是要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 成军皇上的圣主龙位 也是为了堵住玉勒之流的罪 奥拜大人 得标轻使让人感佩 这一切 太皇太后和皇上都会涌记在心 我也听到了奥拜大人 讲给小姐的话 他说 阿玛成全了皇上 你就成全阿玛吧 这正是苦心所在 请小姐 以大忠 大孝 大情 大义为重 好 我去劝阿哥 可是 我一定要救出阿玛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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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我知道 喳 王爷 班博尔山的信来了 他怎么说 这班博尔山干得好 父权就要带兵马入城了 恭喜王爷 康亲王到 王兄 来来来 我刚刚接到公里来的话 说是喂食 知道知道 来来 怎么 手心得出汗了 着急的 皇上还没亲政 你说他找我们议的哪门子政啊 我担心 不是摆下什么鸿门宴吧 放心 我正有一个好信告诉你 什么好信 二阿哥就要率大军进城了 一场火兵的好戏就要开场了 咱们就等着收拾残局了 那咱们是进宫还是不进宫 进 这时候不能引起他的疑心 王兄 我可没什么主意 这一切可都靠你了 咱们兄弟还说什么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这有江南送来的新茶 咱哥俩好好评评 梁军阵前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你要千万小心 皇上 清格尔就要上路了 清格尔 你能临危受命 朕谢谢你 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朕说的吗 皇上想听的 不会只有一个恨子吧 如果一定要让我说些什么 那我想告诉皇上 也许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 但你永远不会像我暗门那样 成为一个伟大的男人 皇上 我也去了 你错了 你看着吧 朕不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 也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男人 林队大人怎么样了 西河大人迎接到圣志以后 正在集结 估计再过两三个时辰就会赶到 两三个时辰 怎么 朕大人 你担心赶不及 韩兵来吧 二阿哥所带的人马已然拔印几菜 恐怕 赶到这里用不了几个时辰了 皇上知道吗 我再派人去西山催促他 好 二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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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再犹豫了 我刚刚得到密报 西山大营的兵马正在向京城境范 我们无论如何就赶在他们前面呢 上跑 大人 你隔壁要下的手 你才说 西山大营不到 就别城内这点兵用 那你懂什么 只有守在这儿 他就看清楚 又是谁 您是说 如果二阿哥先到 那我们就成了福宝新皇上登基的功臣 噓上 前面就要到了 在这儿本 在 传令下去 到达京城之后 兵分三路 一路 上堂楼准备阻戒牺牲大营 一路 不靠为我丢阳 一路准备我入宫 这 不得枉杀一人 就一定有斩 一 二个 您看 亲看 三路尔山大人 是傲宫的千妮清大人哪 他来做什么 亲哥 您为什么会在这儿 攻击手 瞭准那个女人 大人你 这是个党道的魔杖 只要见她得逞 就立刻放箭射死她 不 在后 阿萨 再去告诉阿尔的 不能再耽搁了 兵马必须立即前行 这儿 亲哥 你脸色不好 来 喝点水 二哥 时间紧急 走开 亲哥 阿伯伯的事我都听说了 进城后 入宫第一件事 我就把他放出来 亲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侍与你 让我请侍呐 救你 是 往后 最后 你 让我来 请好 在我 忘了 你 为了 二阿哥 本事同跟相间合己 你千万不能做出 这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皇上有欲 只要二阿哥退兵 万事皆宵 用不了的开 带兵进城 我就是皇上 二阿哥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三得本 射死清格 我们立刻雇用这二阿哥 赶快上路 这是敖大人的女儿 是 二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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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将 你受谁的指数 本不是 你好大的胆 我都是为了二阿哥 二阿哥 二阿哥 事至如今 有些话我不能不讲了 来人 快 你给我拿下 二阿哥 二阿哥 我要说的话 关乎着 丁哥的身世 关乎着二阿哥的村王啊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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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下 你们退下 慢 快要跟我抬上去 快 静儿 你打你们皇上 我要看你 把皇上退兵 你别动 你不要命了 别动 你别动 你骗了 清哥怎么可能不是敖拜的人 让你把天下雨 我般不耳善 绝不说假号 二阿哥如果不信 可以亲口去往敖拜 清哥的亲身父亲 就是汉将沈君 二阿哥 你想一想 如果你取了一位前明将军的汉人 也正可皇室容得下吗 何况她还要做我大清国的皇后 皇上用她来挡住二阿哥 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 二阿哥如若就此止步 后果不堪设想 我喜欢清哥 就算不做皇上 我也不能舍掉 义官 是 走 是 塞兔本 赶快下令 接着二阿哥赶往京城 阿斯哈 阿斯哈 不能处命 你们早晚都有后悔的一天 快 快 快 等等 我对二阿哥有话讲 二阿哥 请 听我一句劝告 切不要兄弟相残 太皇太后说 皇后奶说什么 太皇太后说 要二阿哥回去 这不是皇后奶的话 是玄义叫清哥来赌当我 我根本不想当这个皇上 是他非我呢 不 我 公子 义官 他把天宗拿出来 把他把上火包上快点 不 我求你了 他不了上你会没命的 别忘了 你答应了皇上 我想到我 我想到皇上的所作所为 我说不出来 那就让我对 二阿哥把话说完 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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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皇上 各位王爷已然进宫了 皇上 他们进宫有什么用啊 这福建的兵马一到 让他们上一天 就不是如何处置傲拜 而是怎么处置镇这个皇上了 老祖族 花奶 听说那些王爷们都到了 我陪着皇上去见见他们 花奶 刚才所欧图来报 说西山大营的兵马 可能赶不到了 作为帝王 光有谋略还远远不够 书放的师父跟你说过 为王者 一定要有泰山崩与前 而不变色的胆破 你这副恍恍然的样子 日后怎么纵合好皇上啊 可能再过几个时辰 我就再也不是皇帝了 你呀 你呀 在这个时候 就要好好想想 爱寻角落教的诸位先祖 挺起胸来 拿出皇上的样子 那咱们走 咱们走 公子 你刑警啊 哪儿 公子 公子 我会去安安安哥 可是你要答应 让医官为你扰杀 答应了 听到了吗 医官 快 我要挺住话 乃兰 公子 公子 花兰 现在这个时候把他们叫来 你都说些什么了 恐怕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们才能把自己的心里话 说出来 难道你不想看看 他们的真自愿 花兰 胜利 小龙 有的在 你去找索沃兔 让他看看外面的情形 到底怎么样 知道 阿哥 我有话对你说 你先告诉我 究竟是不是皇上 叫你来阻挡我 如果不是 你不会受 敖拜伯伯的性语于不顾 你不会做出这种 糊涂事情来 是 如果只为阿玛 我是不该来 阿哥现在离皇位 只有一步之遥 我也知道 如果你当了皇上 一定会免除 阿玛的一切罪名 可是眼下的情形 由不得我不来 什么情形 阿哥 上了安亲王月乐的当 安亲王月乐 一直窥伺着皇位 是他支持班布尔山 挑拨阿阿哥 和皇上之间的关系 让班布尔山 挟持阿阿哥攻打京城 他们说是真心拥戴 我继承皇位的 不是这样的 月乐勾结了圣经的 八旗旗主 他做了两种打算 一是趁乱谋逆篡位 如果篡位不成 他就怂恿八旗旗主 恢复旧旨 旧旨 八王问证 如果是这样 阿阿哥就算当了皇上 也会大权旁落 只是个无所作为的傀儡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二阿哥 皇上纵有千做万做 可现在 只有他才是 安亲王月乐的对手 也只有他 才能保住 爱心绝落下的江山 我知道这样做 二阿哥觉得委屈了 可是 两善相权取其重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舍下父女之情 你一步过来劝阻二阿哥 阿哥好好想想 如果真的濒临城下 兄弟相残 百姓遭殃 该是何等的惨状 清歌 原谅我 也许 我还不能完全相信你所说的话 可在我的心里 造致厌倦的这一切 我不想当皇上 我也不想做二阿哥 你愿意跟我远走天涯里 去过平凡的日子吗 北京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这射出去的箭 就再难回头了 二阿哥 公子 为了位 排zeni 大清朝 为了爱心缺罗家的江山 二阿哥 残死了 贝子 乃兰 弟兄们 你们谁 愿意背上这谋反的罪名 是指如今后退 见识死 眼前的路只有一条了 跟着二阿哥杀到激城去 去救出敖大人 想着世间的荣华富贵 去做拥戴新军的功臣 弟兄们 进城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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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请皇上圣安 功请太皇太后圣安 都是自家人 免得这些俗礼吧 坐下讲话 谢太皇太后 朕今天请诸位王爷贝勒来 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朕已经将傲拜捉拿下狱了 傲拜下狱了 朕已决定 明日在朝会上 将班照天下 亲礼朝政 怎么 朕亲礼朝政 这位王爷都没有想到吗 奴才恭喜皇上 奴才恭喜皇上 朕亲正的事就没必要多讲了 但是 对于怎么处置奴拜 朕倒想听听 这位王爷贝勒有什么说法 月亮 你怎么不开口 事出突然 奴才来不及细想 不过 傲拜是先帝托古的重臣 不知道这罪名 是啊 皇上 皇上既然把他拿下 想必已经有了逆好的罪名 不如先说来听听 这么说 你们都认为奴拜无罪了 好 只要这位王爷都认为他无罪 那朕就立刻放了他 我看皇上说得好 来人呐 由他在 去把奴拜请到这儿来 这 咱们也听听奴拜 对你们二位王爷有什么说辞 慢 奴才有话要讲 奴才以为 奴拜揽权不放 阻止皇上亲政 的确大逆不道 现在既然将他拿了 自然放不得 不过身居首府 怎么定他的罪名 这 容奴才再想想 是啊 皇上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你们谁说说 朕明白 你们在等 皇上这话奴才可不明白 明不明白咱们就一起等 看看是福泉的五万大军先到啊 还是西山大云的兵马先到 朕知道 你们有些人知情 有些人不知情 皇上 那来明珠差人来报 奴儿哥的大军 已然清晰可见了 皇上 奴才实在不知道 这宫里出了这么多的变故 二阿哥竟然率兵而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皇上 你奴才看 不管什么阴由 二阿哥也不能如此胡闹 这调兵进城 这且不是谋反吗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皇上可要当机立断 奴才请皇上调集守兵 给谋逆者迎头一击 对 对 二阿哥的胆子太大了 皇上 打吧 不叫信叫信他 我大清国还有什么体统 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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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信的同胞兄长吗 朕要化干戈为语国 杨家公 杨家公在 北监狱随阵出宫 是 曹爷 在 赶紧大来明珠 可能撤下手上的兵了 皇上 兵典一起万事难料 皇上 奴才愿意代替皇上 先去见见二阿哥 这种时候 皇上万万冒不掉房间 他是朕的凶长 何显没有 不就是一个皇位吗 就算是二阿哥做了天下 难道这天下 就不是我爱情绝了家的了吗 王阿妹 孙儿一人惹的祸 就孙儿一人承担 皇上 皇上 尊重 皇上 长大了 不管这件事怎么一个结局 皇阿奶高兴 咱们爱心九落桥 又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皇上 大了 座 好幾个人 苏莫莫莫 二哥 黄哥奶不在车上 老人家怎么了 老祖宗为了皇上和你的事 心都操碎了 左二哥一夜未灭 他让我来规劝你 请莫莫转告黄哥奶 这不是我的错 无论是谁的错 这都是兄弟相残 我扶权别无他路 不过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孝敬黄哥奶 让他老人家一样天年 你没见到清戈儿哥哥 见到 他没有像你 清戈儿什么都说了 是我扶权 无奈 太皇太后有欲 扶权停止 扶权坚持 老身的车年 就是块挡到的石头 倘若扶权执意兄弟相残 就先将车打碎 踏着这辆车年的碎片 进城去吧 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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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三兵公刚从城头撤回 外围兵马就要入城 请往十分之后 请堂上速叫兵马 严守攻门 把民党打碎 和上 把民党打开 这儿 打开 继续 大爷 自尘夫君 叩见皇上 二哥 若不是皇上 乃和亲哥 我是绝不会放下 我手中的刀的 不管如何 你只要放下 手中的刀 就还是我的好哥哥 纳兰醒德 身负重伤 他在哪 纳兰 纳兰 南九公 奴才在 快把他送到他医院 无论如何把他救活 正 清哥 这发誓 今生今世 绝对不会忘记你们 这皇上到底贱不贱的 是呀 把咱们搁在这儿 也有一个时辰 各位王爷贝勒 皇上说今儿个儿累了 眼前的事儿就请诸位王爷看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公公 皇上太顺了 没了 各位王爷辛苦 我这后头还忙着 梁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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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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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兄 这怎么叫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顺势而为 亦敖败的罪 你啊你啊 真是打不着狐狸惹身丧 图的什么呀 董个屁 熬败倒了就是天大的好事 那往后 我就不信我月乐斗不过这小东西 我跟刘删刑 看刘刑 你去 啊 小晓 我只会 顺势 哎呀 可以 年不晓 我 皇上来了 孙儿给皇阿乃请安 皇上坐 皇阿乃这颗心啊 总算是落定了 你们这对兄弟 皇阿乃请放心 孙儿将来一定会善待二哥 这就好 皇上有没有想好 下一步的事情 朝廷还远不会风平浪静 约了他们 也不会就这样死了心的 皇上想说什么 现在大局已定 孙儿想放老板 孙儿思来想去 绝不能再亲政仪式 就做下这种中间不分的事情 朝廷的事可不是儿戏 正因为不是儿戏 孙儿才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好吧 天黑之后 你闭开耳目去牢中看看 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是 皇上知道清乖小姐私负心切 所以天一黑就派人去接了 只是有些杂事给担心 小姐放心 皇上已然者要拜大人 安排好了土堂的住处 绝对不会去掉奥大人 不去掉我阿玛 现在就应该把他放了 到了 进去吧 阿玛 亲个儿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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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答应皇上去劝阻二阿哥 二阿哥已经放弃功臣的念头 他们兄弟俩已然握手言和了 做得好 你给阿玛争了口气 是我的好女儿 我答应皇上的 我已经做到了 皇上答应我的也一定要做到 做什么 放了阿玛 而且要给阿玛赔礼 公公子能相抵 阿玛的确是个罪臣 阿玛 什么罪臣 你有没有做错什么 我是俯臣之手 倘若处事得当 怎么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反正皇上要是不放您 我就是不答应 亲个儿 这是国事 不是家事 不许你再为我说上一个字 阿玛说的话 听清楚了吗 皇上 皇上 我先来看看你 亲个儿 你先出去 阿玛有话对皇上讲 好 来 伯伯 来 老拜不够委屈了 皇上千万不要这样说 老拜如何担当得起 今天 今天的事情 太皇太后已经让人告诉了奴才 皇上处置得好 皇上的胆识和气度 让奴才倍感欣慰 不 真是有胆量没有见识 朕错待老拜伯伯 真是昏了头 为了我 微微大庆 请皇上千万不要再存这样的心思 皇上刚刚亲政 今后何以服众 伯伯如此讲 朕更是无地自容 自古 忠臣就命运多见 他们虽然丢了性命 可还能名垂青史 可是伯伯你 却要背上万事骂名 嗨 什么骂名不骂名 人死如灯面 只要活着的时候 对得起天地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罢了 皇上 奴才的事 还是速速了断为好 那些王爷们 已经在拼凑您的罪名了 奴才还有一件事 堪请皇上 请讲 按照大清的律法 奴才家人匕首牵连 可是奴才最担心的就是 我那可怜的亲哥儿 皇上就要认他做干孙女 朕将来也绝不会亏待他 奴才 这一生树敌太多 请不要把他留在宫中 等到日后还是把他远嫁踏乡吧 亲哥 皇上 我阿玛为了保全您 连自己的身家姓名都不顾了 您就这样取代他 说他做什么千古明君 亲哥儿 我得和皇上讲话 你出去 不 阿玛 您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了 我要让他马上放了阿玛 阿玛放了国法 理当领罪 阿玛 您这样做不值得 难道您就舍得 让女儿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上吗 皇上 皇上 您要是不放我阿玛 我现在 就一头撞死在天牢里 亲哥 亲哥 皇上 我看来有些话 我不得不对他讲了 来 坐下 皇上 你不是阿玛的亲生女儿 你的生父是乾明将军沈君 你的生命是江南的财力 萧婉 阿玛 你在说什么 八百伯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年平定江南 沈君宁死不想 奴才 钦佩他的气节 就决定将他的遗孀和遗女 带回京城 而且 奴才也仰慕 萧婉的美貌和才华 可是没想到 萧婉却撒手细讯 奴才 就只好将他的女儿带回来 他那女儿 就是亲哥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身世 奴才才反对了二哥和黄色的美意 我 阿玛 你在骗我对不对 你为了要保护我 所以才编出了这样的谎话 对不对 阿玛 你在骗人的对不对 我不相信 我死都不相信 起来 阿玛 你起来 你在骗我的对不对 在我的书房墙上 有一副奔马浮雕对吧 在正中间码头的后面 有一个木箱 你用它打开那只木箱 你就知道 阿玛没有对你说半句谎话 我不要木箱 我不要看 我什么都不要看 我只知道你是我的阿玛 阿玛 你说得听阿玛 阿玛 你是骗我的 阿玛 有些开胜负败 是 大人 老拜是朝廷侵犯 想必家里藏货不少 什么时候能寄府抄家 请大人民事 皇上有欲 甭说抄家了 没有生育 任何人不得删入 是 大人 你看 让开 闪开这是我家 什么你家 上头有旨 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府 你们让不让开 把他拿下 谁敢 站住 看你的样 官也不小 让他们闪开 我知道你是青根小姐 我是 我不管你是谁 让他们闪开 他们是兵职办事 青根小姐 真的见不到了 你 你们要是谁 再敢拦着我 我就死在这儿 宫里的老祖宗 是我的皇阿奶 有胆量 就请皇上来问我收尸吧 慢 青根小姐 秦 seventy 你的还是希望 经认有语言之。 是罪有什么职啊 都在 把青根小姐放进了布状 放得好 皇上 那就是你的书房 我 你叫门外后 或者任何人到这里来 任何人 这都要看看这件事是真是假 好 好